觀眾朋友晚安 歡迎鎖定前線滿百 我是鄧凱銘 看到今年臺北股市 真的行情比你想的還要更強嗎 雖然說真的是看回卻不回 在八月份到這個時候 還持續的在維持往上 沒有外資也沒有關係 靠內資支撐臺股 尤其最近幾天中小型個股又特別強 真的八月進入下半場 還是小鬼當家嗎 另外則講到的 就是八月腰股一大堆 今天我們要一檔一檔的 挑出來大體檢 到底有多腰 多有鬼 在長什麼鬼 待會一一解析 同樣的也提到了這件事情 今天有人說有人年金可以領到月領五萬塊錢 這勞保年金王他到底是怎麼辦到 我們要好好的拆解他的方法 另外也說真的長照悲歌嗎 前一天我們討論到這個問題 回想很大 很多人都在問說 那現在怎麼辦 如果真的要替自己的年老 或是未來的長照來做準備 也要告訴大家 有喘息服務可以救你 那要如何的運用喘息服務呢 待會一一解析 好 今天週末請到的是顧葵歐顧總 顧總好 凱明晚安 大家晚安 好 伯傑來了 伯傑好 凱明好 大家好 另外友中哥來了 有中哥好 凱明好 大家好 另外瑞珠來了 瑞珠好 凱明好 大家好 立刻來看到臺股今天表現 今天是震盪整理開低的 一度跌到一萬五千三百四十六點 但是很快的又出現拉高表現 兩個小時不到就翻紅了 而且大多維持在盤上游走 今天在雅股當中是臺股最好 維持走高 臺北股市盤中一度回到一萬五千四百五十八點 收盤是一萬五千四百點 是重新的又利手 守住一萬五千四 但是最後只漲了十二點 小漲作收 但看得出來周縣表現 算是能夠維持連紅的 周縣連七紅 在今天成交上是兩千兩百零一億 但是外資 外資還在賣 這個禮拜天天在賣 今天賣了也有七十幾億 每天都在賣超臺北股市 但是臺股卻能夠相對穩盤在一萬五千四 而且還看到周縣連紅 靠的是誰 靠的是內資 今天淘信續買十五億 自營商也買超九點五億 總計三大法元調節將近四十八億左右 不過看到了臺股的表現 今天能夠逆勢獨強 亞洲股市大多拉回 其實今天亞洲的股會市都有點弱 市場擔心連準會還是陰聲嘹亮 說要升息 而且速度還要加快 硬是要壓下通膨為止 所以今天美元走升 走強 美元來到了近一個月來的相對高點 美國股市昨天表現不錯 是靠晶片股的財報 還有包括晶片類的個股強談 拉動了美股收紅 但現在的亞洲股市的部分 卻在通膨的壓力當中 美元的走強之下 亞股大多是下跌或平盤表現 臺北股市也是平盤 好 特別說到了周縣 周縣臺股能夠連期紅 靠的是內資給力 當然還看到了在今天族群當中 可以留意龍頭股的部分是休息的 臺積電 鴻海 聯發科都休息 臺積電下跌一塊錢 影響指數八點五點 但看看這兩天 他有點低頭 臺積電出現連兩根的十字黑K棒 反而臺股卻還在走高中 那看得出來不是靠這些龍頭 全肢股支撐 靠的是中小型個股在幫忙 所以今天盤勢當中比較明顯的 上漲表現個股在貴買指數 貴買指數呈現走高的多 而且今天已經是日K連吸紅了 連吸紅了 真的就是所謂的小股當家了 好 當然我們看到了在今天族群當中 輪飛這檔個股很腰吧 股價今天繼續的再攻漲停板 他完全不管被列注意 甚至關緊閉的問題 直接漲停給你看 不只拉高漲停輪飛 而且連續幾天 今天換中市也跟著標飛走高 八月腰股一堆無懼市井的情況 當然還有很多個股也看到這些都是強股 八月份漲幅這麼大 您有沒有看到有 東哥遊艇 易德 群創彩晶 耀華 個股還有友達 面板珊瑚都有了 迅州 華新光 南電巨停 也都是八月漲幅都超過兩成以上的 相當強 臺表科 元泰 保齡附警 力望智元 不曉得這幾天 這半個月左右時間 八月份 你有沒有跟上這個行情 好 不管如何 整體族群來說 維持續強的在這個禮拜 是網通概念股 表現不錯 以迅州 表現強勢 衝高 還有華新光 維持續強 第三代半導體 也有加金 也有漢磊 維持走高 個股 還包括生計股的部分 仍然看到臺維第一 易德 信國 劍橋 仍然是今天漲停板就鎖住亮燈的 好 再說到了今天特別的這個族群 真的病貓變猛虎嗎 利空不跌嗎 看看今天面板珊瑚 居乎大漲走高 漲幅都超過了百分之八 甚至到漲停板 群創昨天我們還在講 法說會說得很難聽了 尤其是下半年恐怕這個產能 都有問題的情況之下 還會掉產能的情形壓力當中 今天居然可以攻高到漲停板還鎖住 而且看看他今天唯買張數特別的高 在買漲停板的掛買六十多萬張 掛買不到 相當強 所以才說 現在這個行情真的是小鬼當家 而且利空不跌嗎 利二勤這個伯吉他現場 告訴大家 行情真的比我們想的還要更強嗎 八月行情剛剛看到了一大堆 還能夠一個月有漲 半個月有漲幅百分之二十 面板珊瑚有在其中 特別是今天的群創 你怎麼看 第一個就是說投機的感覺有回來了 那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你看集中市場在八月份 其實這幾天他的指數是不動的 對不對 但凱銘剛才一開始有給大家看 OTC指數往上拉 對 外資集中市場不買 但他這個月的OTC他是買超的 所以沒有注意到他居然是在買OTC OTC他是買超 到昨天大概買了五十幾億 也就是說 好像這個外資把重心轉到中小型的個股 所以剛才這個凱銘講 中小型股確實強 但今天最強的是誰 是群創 你看這個群創 昨天法說跟你講什麼 第一個上半年轉虧了 然後又保守看下半年 結果沒想到今天股價是什麼 直接就往上拉到漲停 而且你看今天開盤的位置是開在哪 11塊4 才漲0.05 對 然後就一路往上拉 好 那今天這樣往上拉代表的意思是什麼 就告訴你說 我短線就是利空出境 可是你也不要高興了太子 是喔 為什麼 才高興一天就不行了 第一個你看 市場預期最壞就這樣 那為什麼最壞就這樣呢 因為你知道嗎 為什麼昨天群創講的東西 讓大家覺得有機會 因為四川最近的限電 那四川限電 四川這幾年 中國大陸的面板廠 把那裡當基地 你知道 什麼京東方 天馬 都跑去那裡設廠 對 那設廠現在限電剛好 停電了 不能產出 不能產出 對 四川限電影響產出 好機會是說 反正現在價格都那麼爛 剛好這邊也不能產出 反而有利什麼 庫存去化 但是這個東西是代表說 我現在只是 減產 消庫存 但我有沒有看到 需求回來 沒有嘛 沒有 好 但是群創好跟你講 它預期 年底應該就是 這個產業的谷底 明年年初低劑 應該會開始轉好 我覺得這個才是 真正重要 今天的利多才是這個 對 今天利多就是說 他已經比較明確跟你說 大概年底 就價格就不太跌 可能 明年低劑會開始轉漲 因為面板股就是看爆價 所以在這樣一個狀況之下 他其實等於說 提前三個月來反應 是 三四個月 股價最近反彈 是已經利空出盡了嗎 如果這樣看 今天他也是回到季線 其實前兩天是 友達先過季線 那那時候我們還在擔心說 選強的友達 不要選這個 還沒過季線的群創 結果今天你看 群創跟上來了 但現在到底 我們要選友達 還是選群創 尤其群創今天 掛61萬張的買單 買不到這個位置點 代表下禮拜一 會不會再衝一波 正常來說 今天為買60萬張 下禮拜一 千萬不要開平盤 或是開低 因為這個60萬張 我說真的 真的掛的還是假的掛的 我直覺有80%都是灌水的 灌水單 因為我覺得要去看 盤中在這裡到一點半之前 到底掛幾張 這個一定是最後收盤 有人一口氣又掛進去 讓你覺得 這個禮拜一開高 再漲沒問題 你看最後一盤才掛那麼多 中間這個漲停板的時候 就沒有 所以我會覺得這個東西 灌水的成分還滿大的 那其實回到這個日線 你看 群創今天才突破這個季線 對不對 大盤其實老早就突破季線 所以正常來講 它屬於落後 但是因為落後 今天剛放量出來 所以我判斷下個禮拜三之前 應該還有高點 只是說這個高點會有多高 我們也沒有辦法去猜 因為你把時間拉長 這一波今天反彈 我們說過反彈不能出太大量 你看反彈出完這個量 回到這個前面量的位置大概 最多大概就是在13塊日上 可是它是過季線帶量好啊 代表他想要企圖站穩季線 他想要站穩 我覺得這個有企圖心是好事 可是正常反彈的走勢 就是反彈只要一出量就死了 為什麼 你看這一波跌下來對不對 好 這裡有沒有出過個大量 有 出完以後呢 繼續破底 假突破 對這就是空頭循環嘛 好 那現在沒有錯 打了一個底出來對不對 對 打了一個底出來也過了頸線 所以正常來講 它是什麼 空頭要扭轉變多頭 那你在這裡 好 出完大量我換手對不對 換手我不可能一波直接攻到頂嘛 我一定是換手需要震盪量縮 來確認說啊 我這個買進來這個量 是不是籌碼安定的 是 不然如果說照今天這種拉法 我跟你講 長兩天都長不動了 真的喔 對 所以我覺得未來兩天可以來觀察 禮拜一真的 千萬不要開平盤或開低盤 那就只能開高 不能 他只能開高而已 掛了六十萬張 隔天一開開低 那這六十萬張是空氣單嗎 好 但是我們看看 如果對應友達 友達都可以啊 友達站上季線之後 還可以繼續漲啊 你看網上快到哪裡了 半年線 他如果可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往半年線走 友達都可以群創不行嗎 就是有機會 而且友達比群創好是好在哪兒 你看友達之前過季線的時候 有沒有爆量 沒有 沒有喔 今天是瑕著群創的利多才爆量 是 對不對 所以正常來講 友達 其實也是到半年線差不多 就要準備震盪了 因為今天量也出來 可是你看友達的量 從這一波跌下來比起來 也還好 不像群創有沒有 不像群創 剛才我們看到大量點比較多 也就是說正常來看友達的籌碼面 比群創來的稍微優一點 好 那這樣代表說下禮拜面板三五 要經過再一次的考驗囉 再考驗向上的一個力道 還有這次換手成不成功 但是如果下禮拜面對考驗 我們不敢追 不敢這樣追 今天大漲又帶大量的 那至少看到面板 有大陸的限電影響產出 有利於庫存去化 我們現在可以往哪裡看 至少安全一點 第一個我們可以如法炮製 什麼叫如法炮製 你看友達跟群創都反彈到季線 他周邊的驅動IC咧 所以驅動IC 對 跌很深 正常來講他就什麼 有望跟進反彈 比如說你看聯勇 瑞鼎 天玉 其實可以把圖拿出來看 你會發現 這些驅動IC的股票 你看也都稍微有打一個底 對 有打底 但是沒有衝 對 沒有衝 好 你看 比如像聯勇 離季線遠不遠 有點遠 那是不是正常來說 友達群創都可以漲到那個位置 他有沒有機會慢慢往季線靠近 我覺得有 比如說我們看這個 像剛才講的天玉跟瑞鼎的部分 你看這個是瑞鼎 對不對 你看一樣 一樣離季線遠 離季線有點距離 對不對 也是有一個底型出來的嘛 天玉 天玉的話 你看天玉也是 天玉也是 而且天玉這個應該是這個 前面應該有除息的這個缺口 是 所以正常來說啦 下禮拜啊 因為這些比較像中小型股對不對 那剛好剛才凱銘又講 中小型股 對 小鬼當家 所以當這些大型股往前衝了之後 這些疊深的驅動IC說真的 今年獲利上半年也不差嘛 我覺得都有機會來跟進反彈 好 這是我們看到 面板都可以猛虎出雜的話 那怕下禮拜籌碼還要佔一下 還要大佔一下 但沒關係 是不是可以往 還沒有過季線 還沒距離季線遠一點的驅動IC 來看會不會有補漲空間 但是呢 也特別講到 看看這些個股 能夠站在本月高點的 劍橋 群創 彩晶有達 彩晶其實也有 也算是跟上來 也不錯 那另外有耀華 最近也蠻強的 好 漢磊三幅化 距停民基財 臺辦 各股還有中砂 富鼎 元泰 聯勇有光 這些都是能夠站在 本月高點的各股 但是呢 剛剛也提到說 臺股現在的行情就是 在走這個龍頭全職股 休息的情況下 外資跑到櫃買去 小鬼當家 小股當家 但是下禮拜 或是在八月下半場 到了月底之前 一樣是選小股為上嗎 好 我覺得月底之前 小股問題不大 但是過完月底 你就要開始留意 為什麼 因為這一波大家拼什麼 拼九月連準會開會前的空窗系 好 可是我要先跟大家報告 就是說我覺得下個禮拜的行情 會開始震盪 比較大 為什麼 因為今天下午我們看到比特幣 在中午的時候突然灌破了兩萬兩千美元的關卡 突然跟比特幣有什麼關係 比特幣它代表是這一波市場信心 因為你看嘛 比特幣從六萬美元殺到一萬八 反彈到兩萬四對不對 正常來講 它代表就是說 我投機的這個狀況嘛 那這一波比特幣是在這幾天領先走弱 所以你看到嘛 這兩天美國科技股稍微開始震了對不對 所以我會覺得大家可以去觀察一下 比特幣代表的市場投機的力道 如果開始消退的時候 那就代表可能八月反彈完 九月市場又要開始觀望 美國又要收資金了 有可能嗎 因為你看 你看美元最近在轉牆 這是第一個 你看聯準會那天既要出來 對不對 也是一樣市場又開始拆嘛 不是三碼就兩碼對不對 這機率都很高 可是你看外資 外資就不管聯準會到底怎麼樣 反正我集中市場照賣 我轉來貴買市場 所以我會覺得 未來的一兩個禮拜 籌碼面跟技術面的股票 在中小型股優先看 優先看 因為財報已經都結束了 像剛才凱銘給大家看到那些個股 裡面有財報的 有題材的 有籌碼 有跌升 其實都有 所以跌升反彈的股票 你要留意什麼 重要的均線 就是我們剛才講 比如說要嘛你就反彈到季線 要嘛就是半年線 可是到那個位置 你就不要追 那多頭的股票 那些很妖的 待會顧總會跟大家講 對不對 你要注意什麼 什麼時候爆量不漲 這個是警訊的問題 爆量不漲就不行 低檔的跟高檔的 你要看的訊號是不同的 所以我幫大家找了三個 比較中小型股 有點人氣的代表 第一個 我們看到手機的族群 你會發現手機這一波都很弱 對不對 尤其生化家好 那我們來看全新 全新 當然這一波 你有發現 這兩禮拜有在動 開始有在動 但是溫溫的 時間長一點點 你會發現 我距離 季線 還有距離 對不對 而且說真的 這個半年爆出來 也沒有真的太差 而且生化家這個主題 你也跟你講 我第三季大概就是會記檢 都利空大概都反應完了 所以這一波來看 我覺得生化家的股票 你可以開始留意 好 再來 蓬城 就是我們講到 車電的這個部分 那車電這個區塊 待會兒還有一個主題 會跟大家講 你看像 剛才漢磊跟家經是很強 好 你看這一波 時間長一點一樣 蓬城什麼 領先打出一個頭肩 人家是已經站穩季線 所以他有沒有機會 來挑戰連線的關卡 我覺得就有機會 有機會 而且除了蓬城之外 比如說5425的台辦 這一波的整流二級 你看台辦 他已經 你是個W底的 對 已經開始扭轉均線的結構了 也就是說 他這個族群看起來 大家雖然位階不同 但比較偏向多頭了 好 最後看到尹威的部分 尹威是什麼 半導體測試的這個介面 好 那尹威重點在於說 公司這兩天開完法說 跟你講第三季確實不錯 還會成長 明年新產能也會出來 而且重要這些都是什麼 你晶片做完以後 你要測下面那個角 有沒有問題 這一定要用到這種測試的東西 所以你會發現 這是什麼站在所有均線之上 然後下面不管是外資或投信 這一個階段它都還是偏多的 這個是變成我們剛才看到三檔是高中低 低檔的有全新 在中間整理完有蓬城 站在所有均線上有尹威 我覺得你可以往這三個方向去找 那相對低檔最簡單 往季線就是我覺得短線最大的目標 好的確哦 你可以看到這個時候如果在八月的下半場 還要挑出這些中小型個股然後又沒發動的 甚至有補漲空間的 手機概念全新車店的蓬城 半導體測試介面的尹威 這邊可以特別的留意一下 來看這些個股是不是真的在最近幾天 就像剛剛講的 開始溫溫啟動 日K連紅應該都有哈 你看尹威在裡頭 日K連紅這禮拜 台股在這樣表現當中可以跟上的 德維 耀華 尹威 漢磊 明基財 台辦 剛剛也有提到 欣欣 鈴聲 南茂 富頂 個股有全新也有 紅城也有 華通 新唐跟金紅 這是日K連紅股 謝謝伯傑 好 剛剛這樣講投資朋友可以看到了 這些個股算是在本週還在走高 甚至溫溫漲的 中小型個股也蠻多的 但是問題就在這裡 真的這次行情比我們想像中的要強嗎 真的是看回不回嗎 下半場來了 八月份的下半場 好 今天特別請顧總來 顧總怎麼看接下來的下半場 我想如果要讓台股一直漲不停 它只有兩個字叫做輪動 如果你去看 就像柏傑剛剛講的 這個輪動的股票都會在季線之前 做最後一個準備跟衝刺 你可以看到這波的輪動 大概進入第八個轉折 第一個轉折是台積電 台達電 這種股票開始漲 漲完之後就看鴻海接棒 那鴻海接棒完 我們又看到說網通的族群開始走了 那時候金融股又開始擔當責任 到最近你會看到鋼鐵股又開始接棒 接著又生計到今天面板 如果導播方便的話 你可以看我們給一條季線 你去看這裡面的群創 友達 還有所謂的彩晶 都是不是在季線之前 做最後的準備 下個禮拜會是誰 待會清楚的告訴你 有一個族群下個禮拜會擔當這個責任 真的 剛剛這樣講 真的是半個月內輪了一遍 各個都輪了一遍 最近幾天很強的什麼生計 然後今天換這個面板股 都輪了一遍 好 但是待會回來要說 現在如果說真的在八月份 這些腰股很強的話 我們要搞清楚他在搶什麼 來個大體檢到底在長什麼鬼 待會一一把他先出來告訴大家 那重點是這些腰股 這些強股還能不能續爆 還能不能追呢 馬上回來告訴你 再見到